爱的选择本期精彩 抢先看 男嘉宾出登场 得到密室女嘉宾一致好评 感觉你给人一种特别 有一种男演的那种气派吧 给我的燕先生也的确不错 然后希望你能关注我 今天的相亲现场 能否擦出爱的火花 咱家自己的东西 你都收拾不过来 你怎么还可能 有那个时间去收拾别人呢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接下来 本期的爱的选择 本节目由对对APP赞助播出 我是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嗨 先爱上自己 再遇见爱情 我还是绞尽导致 为您促成美好 奕远的小红娘文文 同时欢迎秘书里边的 四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大家好 我这是来自沈阳的赵立晴 我是一个干净出名的女人 欢迎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钟倩 前半生不容易 希望在后半生 找到一个吃冷吃热的人 三号女嘉宾你好 大家好 一个女人生活的再充实 婚姻不幸福也是失败的 我是渴望幸福的女人 我叫李悦来自锦州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红玉 我的人温柔大方 开朗 不过开朗 不提小姐 希望大家喜欢我 最好的爱情 不是相互牺牲 而是相互尊重 和相互吸引 成为彼此最好的人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就是渴望能够找到一个生命当中 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人 掌声邮行 我的天哪 男嘉宾 您这次是啥批发些了刚才 我这是给嘉宾 还有你们主持人拿来的真实杀金 给我带的礼物 对 礼物 我的天哪 来 您先给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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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要白衣服 挺有样 夏天 女嘉宾买点什么礼物合适 我只有和你买点真实杀金 所有的女士全喜欢上 相邦我一想也不合适 太漂亮了 漂亮吗 我发现这个图案我特别喜欢 真的 我知道这个是给你累来 真的吗 对 我天天看你累来 我就想跟你谈一下情感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才是选了又选 琢磨你会喜欢这个眼睛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那为什么给我这么多圈去呢 这个 就是告诉你 你作为红娘 眼睛千万不要迷糊 是啊 在锻炼你的 要圆满 是不是 圆满都是圈 真是圆满 圆圆满 我真的 人说丝巾是这个景间一抹亮点 这个真的作为女性朋友来想 这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也是想了 想了好买什么合适 最后想了些 我因为这是最合适 但是我发现 你今天的打扮也特别合适 不 好像想着这帮人 心里边觉得好像挺挂的这帮人 给你帮带领 对 挺好的 对 喜欢装着擦着那 说明他对待的事情非常重视 来吧 男嘉宾确实是走心了 今天特意带来了这么多的见面礼 而且通过湿巾的这个颜色 和这个款式 我们能看出男嘉宾挺有品位的一个男士 是 应该是吧 但是就是不足就是说爱也没有了 也许你的品位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说呢 是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女士 但我告诉你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女士 都非常有品位 也是高品质的女士 好 所以希望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个人问题 好 好 太好了 既然生命无法重来 我就让这一次活得精彩 我这人从小就爱折腾 妈妈就是带着我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生活 日子艰难可想而知 我只念了四年级 就不得不离开学校 自己去拼搏和奋斗 我当时九岁的时候 我只能捡肺片和抓烧颜子整鱼 再一个就是暖菜干了到十四岁 到十四岁之后我就开始养猪 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叫跑车板上黑龙江来回地跑 我小小的肩膀蹭起家的重音 也在风雨中越发的坚强 二十岁开始做皮鞋 成为辽宁省野口市西市区的纳粹大户 现在主要是跟房地产有关系的市场开发 直到今天尽管生命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二 我还在忙碌着 现在赶上这个时代不能挣钱不要赖别人 就是赖你自己 你自己如果你现在拼搏去干就能挣到钱 我成功的事做了很多 我也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 我曾经在北京花了84万元修了一条路 也给贫困孩子见过钱物 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月点 我是追求完美的人 所以脾气有点暴躁 有时候我在想做我的女人也是很累的 我要求对方比较高和完美 我就是许云和 一个自信满满 生日不凡 渴望挣爱的男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男嘉宾您看今天我穿的够多对了 您比我穿的还多 我这样咱把外套脱了吧是不是 好嘞 谢谢 是不是有点热 是 是这样的 给我点麻烦礼貌 定居在了盈口是吧 也没有 现在没有家了 没有爱人就没有家了 现在北京有房子 盈口有好多房子 哪都有房子 你那现在住在哪儿 现在住在哪儿 就是今天来这个盈口来的 今天 就是说你这几个房子 可能明天就回北京来了 没有家了 没有爱人了 如果有了爱人就可以决定 由他来决定究竟哪是家 对 爱人在哪 心在哪家就在哪 您决定房子在哪儿买 咱就上哪儿去按家 我的天哪 来 联一下您的心情 要对这男嘉宾定一下 如何 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知情爱人 走哪儿都没有家 你要有知情爱人的话 你就走哪儿都有家了 没错 只有两人相爱 这才能有家 也很潇洒 也很懂事 能给这些主持人们带礼物 说明你还是很懂得礼貌的 给你们也带了 都有 家宾们也有一份 谢谢 所以说密室女嘉宾 第一印象对男嘉宾都挺好的 有细节看出一个男人 对的 好 谢谢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你好 我今天四四包 你介不介意我年龄小 年龄的问题 我从来不要求年龄大和小的问题 主要引得好 我对外表您看的不是很重要 但是对内在要求的更严格 好 我感觉男嘉宾出手阔绰 气质非凡 非常不错 你把这两词颠倒过来说行不行 气质非凡且出手阔绰 不是因为出手阔绰了才气质非凡 是不是 说法了 说法了 把这些话说出来了 开个玩笑 来吧 三号女嘉宾你好 从你一上台的时候 就感觉你给人一种特别 有一种男人那种气派吧 给我的眼前也的确不错 然后希望你能关注我 谢谢 你能够感觉那种 和你在一起 似乎应该能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 是 应该是这样 而且 只要就是说 而且我也是自己做点小商议 然后以后如果有这个缘分 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 共同地就是生活吧 好 好 为了加深你们对男嘉宾更有安全感 我说件事 您说主持人 我说件事 男嘉宾今天是坐保姆车来的是吧 保姆车保姆车 车里必须得有 有啊 有啥 保姆啊 对 保姆为啥今天非得跟你来 拎这个丝巾袋是不是 不挂这个丝巾袋 什么都可以 就照顾你的日常起居 对 下面坐的是保姆吗 是的 那能让他亮一下相吗 可以啊 来 要请我们的保姆 来来来 我去 这是男嘉宾家里边干活的 照顾他的保姆 对的 这是一身工作服 还有一个人未来的 还有一个保姆 两个保姆 这个是跟你出行 帮你拎东西啊 照顾你 对对 那个也是 关键我房子太多 他呢就是管六七个房子 由他管十来个房子 我一天给他们累的啊 我的保姆很累的 看没看出来啊 高跟鞋 小旗袍 手拎着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包 我没看出多累累吗 多多我给你买的 你又点头儿和摇头儿示意我累吗 累 说 累 还有这工工头 就累 累 每月 每月给开多少钱呢给你 谢谢您 谢谢您 这保姆带不太好意思 你说一下 来 每月开多少钱 你说吧 你说 说 我说不如他说更好吧 五千块钱 俩保姆一个月你开销就一万 五千块钱 所以说我为他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保姆一亮相 我估计密室女嘉宾压力老大了 你关键 不太关键就在这儿 我不 刚开始我跟那甜品岛就说了 我说可能也好也不好 如果你说人家一看 保姆也不很大的年龄 保姆都那么样 有的人可能就有想法了 来吧 我看看有没有想法 来 密室你嘉宾 这不是重磅炸弹 这只是一个小刺花 来 就像你自己说的一样 年龄并不是很大 会给人一种错觉 就是你未来的另一半吧 感觉一定会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 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普通的女人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认为 媳妇就是媳妇 保姆就是保姆 对 如果做一个男人 这些问题弄得一塌糊涂的话 那你就是 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 对 就是要是偷偷摸摸的 她也不敢往外领了 好男人的话 就应该把这些家里 这些事情要处理好 都处理好 一定要是区别对待好 因为保姆能做的事 和媳妇做的事 她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给我阿姨去挣钱 所以花钱和其他问题 那就是 跟我没关系了 那就是不是保姆的问题了 如果保姆我阿姨活着的时候 我家也有保姆 那种灵也有保姆 好 密室女嘉宾 男嘉宾解释到这种程度 大家明白没 她划分得很清楚 否则她不会来了 她要求得完美 她既然要 要求保姆得这么完美 要求媳妇会更完美 有压力吗 门口看着你了 俩人走这些一家人似的 特别亲近 所以我妈妈每一个人 我现在拎得挺清楚的 我还挺你的 挺你 她说那个词 你跟保姆借了一下 两口子似的 大家都会有想法 哎哟 保姆 那是 咱俩看着他了 跟别人这么误解吧 所以说你不会介意是吧 来来来看 我不介意 好嘞 你保姆是 不过他时间真的挺清楚的挺好 咱们保姆这样的穿衣打扮 包括他手里拎的包 和他身上穿的旗袍的花色 都是那么协调统一 因为白色 穿着花 这都是你给打扮的 没错 那我相信他在家里面 干活的时候 也有另外一套 那不是 多了 多了 我说的就是这样 多了 所以你不同的场合 你会要求他们穿 不同的穿衣打扮 没错 不同的素质 对于家里面的工作人员 是这样 那你对待你身边的 生活的那个妻子来讲 要求肯定一定特别高 一样子 一样子 我的天啊 我跟你讲 听到这儿了 谁照顾谁啊 什么场合 就得穿什么衣装 说什么样的话 干活就得像干活的样子 你出动在什么场合 就得穿什么样的场合 但是我跟你说 叔 你家情况真的挺特殊 我说 我说说 就你家情况真的很特殊 如果是 不是内心非常强大的女人 她做不了你媳妇 真的 有可能你说的对 来吧 有可能你说的对 我跟你讲 现在倍感压力的 除了密室里的几位女嘉宾之外 我们仨也感觉到有点压力了 对 是不是 有 这一会儿哪位女士上来了 但是我觉得出于你本身的素质 肯定能够跟人谈下去 但是呢 我们也保不准 人家就是你心目当中 那么完美的女人 是 所以说啊 您先把心态往下先放吧 好不好 好 并不是说 我们女嘉宾素质不够 美貌不够 不完美 而是不知道 你所说的那种完美 到底完美到啥成功 跟你说 人美就美在她不完美 还满美 男嘉宾 您最终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男嘉宾会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心动女嘉宾 从而看上她吗 天大地笑 男嘉宾有着怎样的经历 就是活着的希望都没有 如此温柔又多金的男士 为何留不住爱人 你给他们的 不是他们想要的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9毛9 9毛9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9毛9超值体验开始了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今天只要9毛9 简直太超值了 赶快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不酸药 今天只要9毛9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抢到了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不酸药 今天只要9毛9 太值了 原来一瓶就299 今天只要9毛9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 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 太划算了 你还等什么呢 赶快抢吧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1比1比1 黄金配比 吃一样不酸药 我们都在吃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微清楚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支片销量遥遥领先 康家算拿出五清盒 回馈消费者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 今天只要9毛9 9毛9 吃一样不酸药 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数量有限 是现前200名主动打进电话的朋友 抓紧时间 现在立刻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报名体验吧 你还在位眼干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光眼 摆内障而困扰吗 你还在位看不清路 看到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 视力还是不够好 马上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电话 支持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吃一样 补三样 每天含一片 补足眼营养 增强眼视力 医学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 民事家蓝莓枸杞叶黄素 从优质万寿区中摧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从野生蓝莓中摧取天然花青素 配以滋土干渗 清热明目的枸杞 1比1比1 黄金配比 吃一样 补三样 每天含一片 补足眼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视力 原价299元一瓶 现在打进电话 只要9毛9 一个电话 快递免败送到家 吃一样 补三样 让你的眼睛 越吃越清亮 数量有限 至现前200名 主动打进电话的朋友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男嘉宾 您最终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2号 2号女嘉宾 接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2号女嘉宾 等你先追着笑 等你可等你照 前半程不容易 后半程我想找一个 知道 吃乐了吗 知道 好 您听到说的男嘉宾 希望自己完美 对方也完美 会有压力吗 会有 您不是说 您算是一个完美的女士吗 不是 他就是比较内向 不爱讲话是吗 您这种不爱讲话 是属于清听似的 还是我就喜欢论 我喜歡獨處 喜歡獨處 完了 你別獨處啊 主要是美玉做過合適的演 如果她認識了一個像我合適的演 她可能就愛說話 她就能把她自己發揮出來 是啊 眼睛不挑什麼順路嘛 看演員 所以男的主要是看演員 20509號女嘉賓 中女士48歲 水陽人有住房未退休 女兒已獨立 人生可寬窄 放下才自在 我是愛學習能幹事不優結的鍾倩 我平時特別愛學習 有不懂的我就想學 雖然掌握的速度慢 但是我不用時間來渴 比如我自己學會了關於 汽車的簡單的維護與保養 我自己學習修家用電器 我還學習了日常的保健和護理 會測血糖 會打掉瓶 我這些都是拿自己做實驗 只要你想學沒有你學不到的 和前夫站一起的時候 他家裡的事什麼都不管 就像不是這家人一樣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對我自己來做 我其實是一個特別樂觀堅強的人 也做過許多工作 幫別人做過網店 自己也開過乾洗店 還做過保潔 女兒經常勸我 沒事就出去溜達溜達 見見人說說話 有合適的就接觸接觸 別整天在家搜住屋子 所以我報名來到了愛的選擇 想找一個愛我的人 度過精采的餘生 愛的選擇我來了 愛的選擇您來了 剛才在鏡頭當中 你可能看到了 他平時穿的衣服非常的休閒 而且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在密室的時候 他也是穿了一個家常的衣服 但是上台之前他特意換了這一身 以表示對對方的一種重視 所以這個小禮節跟您能達上了吧 能 剛才聽他說的 什麼東西都要來自己做 不會的非要專演 這個地方呢就很多地方呢 跟我很相似了 我不懂非要學 必須把它學會 但他還有一樣不懂 這可是夫妻在一塊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點 不會撒嬌 不會撒嬌 那沒遇到對撒嬌的人 怎麼遇到這個人 他就會了 這是女人天生的 不是以後來的 女人不會撒嬌 全賴男人 那對 男人85%的表演 夏姐我突然覺得 叔叔比你還要懂女人 對不對 那這說得有道理 女人會撒嬌 證明她享受在幸福之中 所以她才會讓自己變成 焦雞兵的小可人 對 我覺得真的是 有愛情的密滋潤的 不用嬌自然會了 對不對 沒錯 來吧見面了彼此認識了 來個分數吧 彼此打個分數 你給女嘉賓打多少分 分數 98 女嘉賓給男嘉賓打多少分 100分 100分 怎麼那麼好 誰知道了 女嘉賓給男嘉賓給男嘉賓 她玩涼 我把我小媽媽那種想不想嗎 這麼飄的男人 你說她就有 她穿幾個衣服都不在哪 太飄了 嗯 我的感覺就是太飄了 我現在有一個腳踏屎弟弟 哪怕是工人的 醜點都行 女兒多大了 女兒25 女兒25 成家了 沒有 在外地工作 也該成家了 嗯 那得趕緊的 那你當媽的 但不趕緊吹女兒25了 你到28 30 那就搞的話 那就好男人好小伙 就不多了 是不是這樣 是 應該一樣的趕緊吹她搞 不吹她搞不合適了 您 您有幾個孩子 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就現在的小女兒 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 三個孫子 哎呦 一個孫兒 哎呦 錢多才得多 這樣啊 咱也通過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賓到底 經歷著怎樣的感情呢 我是一個特別重感情的人 直到今天我都無法忘記 我原配的父親 一提起她 我就止不住的想念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只有18歲 是一個女孩子最美的年華 她漂亮能幹 因為我19歲的一場車禍 疲憊宅除了 當時育安最多能活六七年 所以搞得像一下子 就受影響不好搞了 但是我原配媳婦 完全沒顧及這些 她就是小米兵和我好了 那真是少年夫妻 你想我們的感情能不深嗎 我跟我二爺是在80年認識的 我們呢就是瘋狂活活 生活了32年 在13年5月8號 查出來了她的肺癌 而且肺癌晚期 怎麼弄的話 在7月7號下午5點她就不在了 當時我都不知道我怎麼辦 我沒有活氣的勇氣了 在她宴氣之後 我搂著她搂著三天三夜 我都要瘋了天天在哭 只可惜我哭也哭不回來了 她們說不火花就放不住了 這些年給我介紹的人多 很多很多 但是呢 我不是掛注重的外表 我注重的內在 第二大婚姻 別人給我介紹了一個 我們強了把火過了三年半 但是我們有了一個女兒 可愛的女兒 其實我是不想離婚的 我都等了四年多的回心轉移 為了我女兒 我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但是她總不是正面回應 我也無法繼續等待下去 如果我再早 我只注重對方的飲品和素質 願所有的情深義重 都能換來相伴一生 你是那個最後能夠辛苦的人嗎 聽完之後啊 真的挺讓我詫異的 女嘉賓你聽過之後 有什麼樣的感受 來 覺得男嘉賓特別重情重義 特別重感情 你對你第一任妻子 那麼痴情是因為她很完美嗎 是 特別完美 她哪兒完美我聽你 哪兒都完美 她挺重感情的 這女兒 叔叔您跟我們提了一個要求 說希望找到第三段感情 這個女人要生孩子 是不是 最理想 她應該上那個 衛生衛好去照去 這個中老年的有點超齡的 超齡了 對 你現在已經有三個孩子了 你還想要孩子 這個不是 我第一喜歡孩子 第二個我因為婚姻這樣的話 就是人活著吧 我因為就是說 過得就要得看得下一代 你現在這年齡段 你這身體也不預計 你再要孩子了 對 你哪有那體能的 體能的 體能的看得出來 生一百萬也不給生 行 我也出了很多 出了很多 就是由於沒有孩子 所以我就付出了很大的 時間和金錢 金錢對我來說不重要 關鍵是感情 付出了很多 也呢 你是認為我付出了感情 沒有孩子 這段感情算白費 對 導致呢 就是沒有沒有維持下去 現在呢就有 也有好幾個吧 就以前在我第二季子 那個中間 那個部分 他們又回來找我 我就說沒有意義了 我說 他說那個部分 咱傻 如果我要當時 要跟你倆要孩子 可能就不會分開了 不是你別人 媳婦也跟你生孩子 他能離開你 為你是傻呀 你完美嗎 你完美嗎 聽聽聽聽 看著說的 你會為對方生嗎 我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年紀大了 嗯 如果年齡允許的話 你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話 會考慮一下 那你會跟男嘉賓一個觀點嗎 沒有孩子家庭不穩定 嗯 我不那麼想 嗯 這個要跟具體問題 具體分析一下 那你定個億 他六十多歲了 要孩子合適嗎 我認為不合適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有好幾個孩子了 不算是人生有遺憾了 是不是 你不能整個孩子栓媳婦 對不對 一定是女嘉賓有話要說來 我想請問你 你這麼大年齡 還有能力生孩子嗎 這個問題呢 你的身體機能 還允許你有優質的孩子嗎 不生也可以 不是非得要找一個 這就像你說了 這都這個年齡段了 如果真遇到很完美的人 哪都完美 那就可以了嗎 男嘉賓的意思啊 我領悟一點點啊 有一句話 像個頭不夠錢來湊 女士呢 女士不完美孩子來湊 真的嗎 意思嗎 在感情和愛情裡邊 錢不是萬能的 也不 兩個人的感情 可能你那麼理解也對 也對 就是如果她找的對方 不那麼完美 夠生的孩子也算你完美了 是吧 我來是來找老伴來的 我不想找那些亂七八糟的 我找個陪伴我的老伴 所以女嘉賓 你絕對不會給任何人生孩子 生孩子也就是永遠都不存在了 她生 你就放心吧 這是妄想 好了 謝謝我們密室的女嘉賓 她說你的意思是 你目標人群定錯了 還有好多也有生育能力的 人不見你們上這來 人但是也天天在看這個節目 說退位了 那我們那收拾群體相當廣泛了 是不是啊 我身邊我都知道 對嗎 至少我也是有五十個 天天看這個節目 她老說 為什麼那男的都六七十歲 沒有好一點的 我說要是我上去了 你找不到我 你要看上我 我代言同意找你 所以說 我就沒生孩子 所以說是這樣的 但我沒看上她 這樣 所以男嘉賓的意思是 我的範圍很廣泛 電視機間所有的觀眾朋友 全都算 我跟你說 她就是六多歲 有孩子身體 孩子身體機能也不行 男嘉賓的意思吧 她不是說的 生孩子不是必要條件 她說如果各方面條件都可以的話 這樣更好 是不是男嘉賓 這個 所以女嘉賓你算是 你覺得 你算是一個完美的女人不 我不是 所以跟她在一塊的話 你會有壓力 對 會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問題 咱們剛才咱們密室裡的 女嘉賓們談的 也都是自己的觀點 男嘉賓這個想法 有沒有錯呢 其實沒有對錯 但是呢 的確是要考慮一下 我們線下的這個年齡 和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你第二段婚姻 你是有孩子的 對吧 但是你說有孩子 也沒有鞏固住這段婚姻 是不是 所以呢 有孩子是你們愛情的結晶才對 而孩子並不是捆住婚姻的紐帶 這一點一定要區分開來 是不是這樣 當然你喜歡孩子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在婚姻生活當中 不要以記住於某一方面的力量 來讓婚姻更加牢固 而是應該親情雙方去相愛 才能夠更好的長久 接下來啊 咱們也先聽我講 才了解一下女嘉賓的感情情 女嘉賓有著怎樣的情感經歷 只有你沒找到這樣的男人 你才你想掙這個補貼三千五千這個錢 對男嘉賓的評價反差為何如此巨大 他挺重感情的 你不想再跟他這樣人家去打 你無論 更多精采 現在稍後愛的選擇 9毛9 9毛9 民視家藍莓苟企葉黃素 9毛9超值體驗開始了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電話只要9毛9 是的 你沒有聽錯 今天只要9毛9 簡直太超值了 趕快打電話報名體驗吧 民視家藍莓苟企葉黃素 吃一樣啊 不酸藥 今天只要9毛9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搶到了 民視家藍莓苟企葉黃素 吃一樣 不酸藥 今天只要9毛9 太值了 原來一瓶就299 今天只要9毛9 我一個電話就搶了10瓶 一下子就省了兩千多塊錢 太划算了 你還等什麼呢 趕快搶吧 民視家藍莓苟企葉黃素 一比一比一 黃金配比 吃一樣 不酸藥 我們都在吃 驚喜 驚喜 特大驚喜 為慶祝民視家藍莓枸杞 葉黃素支片 銷量遙遙領先 廠家村拿出五千盒 回饋消費者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電話 只要9毛9 今天只要9毛9 9毛9 吃一樣 補三樣 讓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數量有限 是現前200名主動打進電話的朋友 抓緊時間 現在立刻 馬上撥打屏幕電話 報名體驗吧 葉黃素 可吸收進入眼睛內部的有害光線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環 維持眼部正常血氧供應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從優質萬獸局中 萃取高純度天然葉黃素 從野生藍莓中 萃取天然花青素 配以絲土乾腎 清熱明目的枸杞 1比1比1 黃金配比 吃一樣補三樣 每天含一片 補毒眼營養 預防眼疾病 髒牆眼視力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進電話 只要9毛9 一個電話 快遞免拜送到家 成立身 靠著一雙手 奔向中國夢 聽說有一些嘉賓不想結婚了 說是因為恐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的小紅娘和情感專家 能否幫到他們呢 上對對遇到對的她 馬上進入到對對APP 戀愛小課堂 我覺得產生恐婚症的人 一般都是身邊有 失敗婚姻的案例 她看得多 接觸得也多 好像對她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所以這些人呢 就還怕啊 我要走進婚姻了 我和他們的結局一樣 所以就不想談戀愛 拒絕婚姻 是吧 好像是有很多人 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想想有很多人 他們都很自立啊 而且呢 我自己活得也挺好的 平時沒有和你組成家庭啊 因為他們覺得 各自的獨立性特別強 所以呢 對這些方面可能有一定的 自己的想法呢 那麼她希望啊 我不受家庭生活的約束啊 我還有很多的自由啊 這樣的話 這些想法可能就存在很多問題了 太可怕了 所以呢 恐婚症不是一個健康的心理 我覺得吧 真的應該利用一些外界的因素 進行調整啊 身邊的朋友親戚 也應該多關注這樣的人 你看那世界衛生組織啊 重新定義了健康 嗯 那就是什麼 身體和心理的雙重的健康 才是一個完美的狀態 並除了這個偏見 而且能讓自己的身心 達到一個完美的結合 你看 這樣才能夠擁抱 幸福的生活呀 說到這兒啊 我突然想到一個好辦法 什麼辦法呀 讓這些人上對對APP呀 就是有戀愛需求的 需要戀愛指導的 甚至是說恐婚症的 單身朋友們 都可以上對對APP 因為對對APP上有 月老一對一指導 拒絕尬聊 對對APP不僅是交友平台 而且還有 為您提供戀愛技巧的 網上月老呢 讓不會談戀愛的您呢 不再煩惱啦 趕緊去啊 哎呦 趕緊的 把這個辦法 趕緊交給大家呀 嗨 我把這事給忘了 趕緊拿出手機啊 首先我們打開對對APP 你看上面都是10名 認證過的附近人 遇到合適的人 點這裡 可以進行視頻約會 裡面還有很多聊天室 可以唱歌聊天 語音互動 你看又有人和我打招呼了 另外不僅如此 對對的聊天室內 還有月老牵線 幫助每一對有情人 忠誠眷屬 哎呦 對對APP看來是戀愛寶典啊 那麼可以到那裡面去找月老 為您牵線搭橋了 電視機前的您還在等什麼呢 讓我們尋找生活中的點滴幸福吧 而且今天對對APP 也為我們單身男女 帶來了優質嘉賓 希望電視機前的單身朋友們 都能收穫幸福 接著來啊 咱們也先跟我轉快了解一下 你要給我感情情 我結婚五年後就想要離婚 最終在二十年後離婚成功 當時啊 只能好幾年 另一方不同意 法院也不判決啊 前前後後也開庭了好幾次 最後做出判決以後 我是帶著孩子精神出戶的 說起來我的愛人對工作很認真 但是她對家庭沒什麼責任感 家務活什麼也不做 收拾物質買菜做飯管孩子 全是我一個人的事 我還要上班 甚至我婆婆家的事情 我也要幫忙 這些我都願意承擔 但是她嗜酒如命 每天一瓶白酒 喝完了還總中手打我 那時候不像現在這樣這麼愛喝酒 都是在我生孩子以後 然後逐漸暴露出來的 在我女兒四五歲的時候 她就開始動手打人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我愛人打完架之後 我家寶貝就一直在用她那小手 給我插著眼淚 把我弄得心情可難受了 特別特別受不了 我女兒說 好媽媽你別哭了 等到女兒長大了 你就有好日子過了 過去呢一切不開心 都已經隨風飄逝 接下來的日子裡 我要笑對生活 你會陪我一起笑著走下去嗎 大家好 我是來自瀋陽的鍾倩 我今年四十八歲 我希望找一個對家庭 非常有擔當的男士 愛的選擇我來了 李嘉賓是 您說了您是幹這個保潔的 您幹這個是因為收入問題 還是說就想鍛鍊身體 還是怎麼樣 打發時間 各在三分之一吧 如果 如果你真的跟男嘉賓在一塊兒了 那不需要你在幹活兒了 你還想出去做這份工作嗎 還是想做 閒不閒來 你說如果她做我的媳婦的話 我家裡的話 就是你收拾我自己的家裡 咱家自己的東西 你都收拾不過來 你怎麼還可能有那個時間 去收拾別人呢 不可能 而且就是說 你再把我多照顧好一點 我可能就能一個月多掙十萬 甚至多掙五十萬 你還有意義去說 我給人家去打工掙了幾千塊錢嗎 沒意義 所以你一找到我就不用去 你同樣說 只有你沒找到這樣的男人 你才去想掙這個補貼三千五千這個錢 如果你兜裡現在就是說 每月能進帳十萬塊錢 你可能也不會去幹這個活兒的 男的進帳十萬他得給女人 他不給的話他進帳二十萬又能咋子 說來說去的話 最後還是為了美好的生活去拼搏 他幹什麼都是為了去掙錢 最後呢 他想他自己的理想 可能他的理想就是說 等他有了錢了 有他自己的大房子 好了 你有 我剛才說了 從多大都有 我現在家有六百坪的房子 行了 可以 停 你們愛好女嘉賓 聽聽你的想法 您先聽聽人的想法 他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太嫖了給我的感覺 你孫子都那麼大 你還想要兒子 你咋想呀 你這一種想法的樣子 我一下子就講 我就回頭了 如果對方說了 你啥也不要幹 就照顧我在家 能接受嗎 就是自來自去吧 可以 就是你的人生重心 都是你的丈夫 可以 你說自來自去 但是我跟你講 叔叔剛才的這個一席話 讓我突然間陷入了一個困惑 你知道我啥感覺第一個對你 你有點大男子主義 而且我終於有一個小小的總結 我自己的 我感覺你找不到完美的女人 還是跟你的大男子主義有關 我發現你吸引的人 大部分都是依賴你的 可能是說從你這兒 能賺點錢 或者是說日後再嫁當一個小太太 擴太太 但是你知道很多女生 就包括我身邊的姐妹 她們有的也嫁得很好 甚至有很多有閒的人追她們 到最後沒有在一起 為什麼 她們也很喜歡過這樣的富裕的生活 因為對方確實很大男子主義 所有的美好規劃都是那個男人給的 你應該如何如何 你這樣過才是最完美的 但是抹滅了她最初的那個理想 比如說她愛跳舞 文文你剛才說的 你說的對 但是最終她就是說 好了這個人她就願意跳舞 她就需要展示她自己 你會尊重對方想法 她給誰看呢 你看又來了 好了好了咱就要談這個問題了 她就說我跳舞我就高興 你不讓我跳舞就不高興 你給我多錢物資再多 你不讓我跳舞我也不行 但跳舞的目的是怎麼樣 開心啊 開心啊 理想啊 你想想問一下男嘉賓 如果對方真的有這樣的一些 自主的想法 就是他自己有追求生活的方向 你會尊重不 好 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今天能到這兒來 也就是圍繞這個問題 我就是要 你說是我這個人有問題 可以說任何人 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他自己的 他要你的價值 如果他最後呢 說來說去說來說去呢 他最後呢 我認為還都是沒有用的 但是呢可能就是在這個圈 就走到這最後的時候 可能就很 就像今天就今天啊 好來 可以了 還有一位女嘉賓 一會兒上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繼續跟他說好不好 對 來 有請二位來到我身邊來 有請 我不想再跟他 不讓你來 你有論 你之前的那些奮鬥與拼搏 是你自己正來的 我問你活得踏實嗎 踏實 踏實 對吧 所以大哥你知道嗎 人活著是要一個踏實 藍天上那些飛舞的是雄鷹 那是他們的廣闊的天地 那麼地面上跑的那些 我們所看到的 它也並不等於 它沒有自己的快樂 所以呢 自己轉到手裡面 才是開心快樂的 是的 你金絲雀再好 那也是龍中的鳥 是吧 那你是給它 你餵它 但是它真正開心和快樂嗎 只有它自由自在地 翱翔在天空的時候 它才能夠享受到 真正的生活與快樂 好 這樣啊 咱們先要女嘉賓 稍次休息好不好 好 咱也去休息 那能穿上蛤蟆 天大的跳 你還要自己會選擇一位女嘉賓 你會選擇幾號女嘉賓 男嘉賓 會選擇誰做為他的第二位新動女嘉賓 他倆都不如那個保姆 男嘉賓何出此言 找我的話呢 我給你更不必要了 面對諾大的家業 男女嘉賓會有怎樣的打算 就是經濟方面不要分離太近 如果你就是那樣的話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我覺得這樣拖延 我姐姐不能超越 有多精彩 尽在稍後愛的選擇 九毛九 九毛九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九毛九超值體驗開始了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進電話只要九毛九 是的 你沒有聽錯 今天只要九毛九 簡直太超值了 趕快打電話報名體驗吧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吃一樣不酸藥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搶到了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吃一樣不酸藥 今天只要九毛九 太值了 原來一瓶就299 今天只要九毛九 我一個電話就搶了十瓶 一下子就省了兩千多塊錢呢 太划算了 你還等什麼呢 趕快搶吧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一比一比一 黃金配比 吃一樣不酸藥 我們都在吃 驚喜 驚喜 特大驚喜 為庆祝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支片銷量遙遙領先 廠家特拿出五清盒 回饋消費者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電話只要九毛九 今天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一樣補三樣 讓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 數量有限 是現前200名主動打進電話的朋友 抓緊時間 現在立刻馬上拨打屏幕電話 報名體驗吧 你還在為眼乾眼色 眼疲勞 視力模糊 青光眼 白內障而困擾嗎 你還在為看不清路 看到用老花鏡而煩惱嗎 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 視力還是不夠好 馬上拿起手機 拨打屏幕電話 支持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吃一樣補三樣 每天含一片 補足眼營養 增強眼視力 醫學研究證實 眼部問題的形成 是眼部葉黃素大量流失所致 葉黃素可吸收進入 眼睛內部的有害光線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環 維持眼部正常血氧供應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從優質萬壽區中 萃取高純度天然葉黃素 從野生藍莓中 萃取天然花青素 配飲絲土甘腎 清熱明目的枸杞 1比1比1 黃金配比 吃一樣補三樣 每天含一片 補足眼營養 預防眼疾病 增強眼視力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進電話 只要九毛九 一個電話 快遞免外送到家 吃一樣補三樣 我們都在吃 強 強 強 九毛九超值體驗 開搶了 民視家藍莓枸杞葉黃素 不找中間代理商 不做豪華包裝 人正低價 讓利百姓 原價299元一瓶 現在打電話 只要九毛九 今天只要九毛九 九毛九 吃一樣補三樣 讓你的眼睛 越吃越清亮 數量有限 只限前200名 主動打進電話的朋友 請您抓緊打電話 請您抓緊打電話 您還愛自己會選擇一位女嘉賓 您會選擇幾號女嘉賓 3號 掌聲有請女嘉賓上場 大家好 女人生活得再好 也不如有一座美好的婚姻 我去玩自己 老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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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3號女嘉賓 是我們的人氣嘉賓 因為在之前 曾經參加過我們的節目 而且引起了一陣轟動 我們電話都打爆了 好 找他的人 然後當年我記得 每次看到你的時候 你總是仙氣飄飄的 今天怎麼這麼休閒 剛打完球過來的 也是感覺每次來的時候 都穿一些裙子 一些瘋瘋瘋 我喜歡女人穿裙子 運動服 好 我喜歡 我喜歡穿運動服 我不喜歡 我喜歡穿裙子 一連四季都穿裙子 女人就很有女的味兒 接下來咱先看一看 女嘉賓生活中的到底是誰 15587號 女嘉賓 李女士 56岁 锦州人 李矣 个体经营 有住房 孩子已独立 一个人忙碌的是日子 两个人相互陪伴的是生活 大家好 我是李月 今年53岁 来自锦州 我现在自己开了两个店 其中有一个化肥店 然后这是属于季节性的 从春节前的一个月吧 然后一直忙碌到 来年的五月中旬 或者六月初左右 另一个是鞋店 我平常只是去看一看 不占用我自己太多的时间 每天忙忙碌碌的 生活还算充实 但我不止这一面 我是一个出得了停堂 下得了厨房的女人 我几乎不到饭店里吃饭 一日三餐都是在家里边做 我觉得我自己做饭还挺好吃的 不但做饭做得好 而且家里边 我也是收拾得捡捡有条 我的性格挺大气的那种 说实话 我自己觉得样样都不别人差 偏偏婚姻是有遗憾的 我相信爱的选择 一定会帮我成功的脱单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你来了 我发现女人也穿上了休闲服了 是因为感觉这个年龄 更重视自己的健康生活了是吧 是 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心态也是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 他俩都不如那个保姆 刚才上海那保姆 你听到什么 那保姆也是单身 女嘉宾自身条件非常好 两家店收入也不肥 不差钱 然后你看 你看很轻蔑的样子 那要怎样呢 有这样的感觉吗 女强人 对你觉得你适合女强人 就是类型人吗 找我的话呢 我认为就没必要了 又来了 全放下的 那你有一天万一给人抛弃了 丸子云啥都没有了 跟你杂志吗 不会的 不会的 那个大男子主义太强了 大男子主义 除非他抛弃我 我抛弃对方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讲 我这么近距离地跟男嘉宾在一会儿 他特别有魅力 因为你问的时候 我不会的 不可能的 异常温柔 我就应该让开 我问你这个言了 我不会说任何事情 他任何的事情 都不会我说抛弃他 就是说你认定这个人了 你决定一定跟他白手鲜牢 中间不会出任何差点 有心动人 心不动人 你要求对方完美吗 那是一定想要求对方完美 你也有压力了 有一个问题 提出一样 绝对没有 同样的要求了 任何你也要求我 我都没有压力 好 今天 今天是两位各自认为 自己都很完美 并且要求对方也完美 那两个人在一块 能不能是完美上加完美呢 势均力敌了 拭目以待 大分吧 三千 98 李嘉宾 95分吧 好 接着请二位 最两位拿过来 来 看人说人话 你是平时做什么工作的 开发了个两个市场 就是像 现在有个十万瓶的大市场 正在开发 还没开业 投了一千多万块钱了 需要还得投两千万块钱 才能开业 来 咱们三号女嘉宾刚一上场 密室就要求连线 我看看哪位女嘉宾要说话 来 这个男嘉宾第二段婚姻 你说你是这么能 随和于女方 随和于女人的男人 那为什么第二段婚姻 有孩子了 可以扔个女儿 这女人走了呢 我一来的时候 我还给她挂了个电话 你还放不下眼睛呗 我给她挂了电话 不是 我主要是我女儿 对她来说 我不是很重要 男嘉宾 聊到这儿了 我想问一下 就此时此刻 你坐在这儿 心里还在心心念念 想着跟她复婚吗 怎么说呢 她要是说为了孩子 她要是能那么做 我代言可以 所以说现在 您是有潜在的危险 是有可能突然一天 就回归原来的家庭了 她要是说为了孩子 代言可以 但是我也曾经跟她说过这样 我说如果一旦 我找到我第三页 我喜欢的女儿 你那公斤就什么都没有用了 但是那公斤 但是你营养 还是我孩子妈妈 她就多傻 还能说 她行的话 她找人那女的恩声 那女都不理的 还是不行的地方 她自己一点底涕都没有 她想回来 她要有意念回来 我还是可以 留住女人 所以说总想让女人 给生个孩子 女人练孩子 好跟她过 为啥今天我要来到爱的群 就是说 你看平时生活挺忙的时候吧 不觉得孤单 就是等到自己一静下来的时候 就感觉 甚至觉得有一种孤独感 那种可怕的那种孤独 来吧 女嘉宾提到了 她的孤独感 是来自于闲暇的时候 对 可能那种感觉又更强烈 对 咱们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再厉害 人生苦短 我想找一个长情的人陪伴 我时常在想 一个女人到底什么样 才算成功 如果说婚姻幸福 那无疑我是失败的 我就有一段婚姻 然后我和我的前夫 是属于经验介绍厌世的 其实我俩从来也不吵架 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 也是有伤有量 就是后来她开始喝酒了 每次喝酒回来的时候 就炸东西 因为这个我和她沟通了好多次 她每次都和我保证一定能改 只是每次都有下一次 既然她不能远离酒 那就远离我吧 所以我们离婚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 多说一些关于她的事情 一个人的日子虽然很自由 但却缺乏了家的温馨 忙的时候还不觉得啥 但闲下来的时候 却觉得孤独的可怕 这次来到爱的选择 我就想找一个 不抽烟 不喝酒 能够懂我爱我的男人 男嘉宾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你上来男嘉宾 就给你定义成女强人 这女强人 我觉得女嘉宾 不光是在外边 在家里也有这种强势的感觉 家里的大权呢 啥的哈 经济大权 尤其是可能需要女方去把管一下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面对她这么多收入 而且都是闲碎的收入的话 你怎么办 其实对于经济方面 我并不看得太重 为啥说我做生意的原言 也就是为了挣钱也是一方面 主要是想充实自己 如果说就是一个女人来讲 就是总是依靠男人 我觉得体会不到自己的自身能力 那如果你俩真的在一块了 你是不需要她为你花一分钱的吗 这个就是说的 也谈不上需要或者是不需要 只是心甘情愿吧 我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经济大权在谁都不重要 两个人心在一起 经济大权自然而言也就在一起 我倾向于就是两个人既然在一起了 就是经济方面 不要分离太轻 如果你就是那样的话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我觉得这样的婚姻 我觉得不能长久 做我的女人的话 绝对不是钱的问题 我因为就是说 做我的女人 她呢就应该说 她的想法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那都会实现 我儿子 爸说什么 你也挣钱 我也挣钱 凭啥跟我要钱活 我那凭啥你要娶喜 不要坑人 要养育孩子 孩子生完了不养育 不是 你把钱交来一起 你不要买菜做饭 我不跟你过来 他就借了借了借了 我不跟你过了 借不行 那就是俩人一家的 我的就是她的 她的一切就是我的 没有其他 那你和之前三十多岁 那个前妻相处的时候 你们家这个财产怎么分配的 就这样的 就是把钱挣完了都给媳妇 对啊 我都不知道她走了下 拿走多少钱 你们俩离婚的时候 你给她多少钱呀 直到我给了个六十万 一个九十万 可能我能记住的吧 我收出金一收完报 我就把钱 我说你打他卡的吧 因为别人给租金的那些谣 就说那我打你媳妇卡的了 我打吧 完事了呗 为啥不全交呢 全交他就跑着呢 你看他现在 肖芬跟其他家不一样 他要支配保姆的费用 两位保姆 可能还有车的什么司机呀 或者是未来 他前妻还有他两任 结婚孩子这个费用 这些钱你都会参与嘛 如果登记之后 这个是属于一种 家庭的正常支出 这个我就是 我想我应该不能参与 我觉得他 我觉得叔叔是喜欢 支配的这一方 这样子 如果呢就是说 你不要好谁好 做我的媳妇的话 像这些问题 都有他来管 绝对不是我来管的 他如果现在就想 把这房屋给开掉呢 相处不好 那都是他的 他来做 你那个差点 我老板要不找到一个 这些东西的我 他就用了 因为我怎么干 保姆说话了 说如果我的老板 找到一个能干的媳妇 家里还用这些保姆干啥呀 他都要走了 不可能呢 怎么可能啊 那事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的大市场 没人管 还有鱼龙混杂 要钱又不怕 没人管 女嘉宾我想问一下 就对于他这些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啊 动产不动产的 您都要求参与吗 不要求参与 你就把钱给我就行 我给你看见啊 不要求参与 对 对 还有一点 就他之前有很多房产 男嘉宾你多少套房子 记不住了 十几套二十几套吧 记不住 多得多 保姆知道不啊 我得慢慢查 我得慢慢想 我都丢都丢两套 不是 这个我觉得就是房产再多 我觉得这个数字内心 应该有个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你俩设计的面很大 所以就谈到这了 他说他有十多套 当我们没有挨个去印证 还丢两套 才也不知道谁下这便宜了 可能吗 你问我 你那边财产算个啥 跟王建宁 跟司机首付别干 你算个啥 怎么这些首付都把 自己财产都不知道了 那可能吗 所有的这些房产 您准备再婚的时候怎么办 我有一部分呢 已经过到我儿的名下了 一部分啊 还有一部分还没过到 可能还有十几处吧 没过到嘛 好 女嘉宾 十多处房子都不知道在哪了啊 这十多处的房子 你需要对方把某些房子 为你更名了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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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财产您会跟他 去做财产公正啊 也没有这个想法 那你是怎么想 参加这么大的一个 我的想法吧 其实我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男嘉宾 具体是什么状况 但是今天来的 就这状况通过咱们 这个整个男嘉宾的介绍 也基本了解了 但是我总觉得 就是不管男嘉宾 那条件好与坏 两个人靠的是一种缘分 无所谓经济雄厚与不雄厚 说两个人一日三餐 咱们就是说 能过一个平平淡淡的 生活这就可以 我从来就没把钱 看得那么重要 只要两个人能够开心 你仇我开心 两个人互看不凡 感觉在一起 回家有一种笨头 这就可以 好 为什么今天 我们谈到了这么多 因为男嘉宾跟我们交代的 实在是他的这个房产啊 包括他的收入是有一点多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件事 给他调理清楚 因为怕以后有什么裸乱 咱不像说一万两万 对不对 可能他都过签了 对 所以说就把这个事 讨论到这种程度了 一瓶不满半瓶矿的 不管人活到什么程度上 有多少制裁 有多少气派 都要走路 走路就是非常非常的平衡 不管是败人 败物 处理问题 处理事 都这样 其实我觉得刚才 三号女嘉宾所谈的这个 对于他的这个财产方面 你的观点我比较赞成 因为如果他真的过得幸福的话 他那么有钱 他为什么过得这么不开心呢 他刚才私下里他说了 他感觉到特别的苦恼 他觉得生活的意义 似乎都有很大的怀疑 所以你不掺和到 那里面这是你的明智之举 当然他愿不愿意给你 那就啥另外的一回事 所以呢 一定要分割得清楚 这样才能让我们自己 生活得过得清静 但是大哥你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里吗 你为什么过得这么不开心 我能来主要是 我和你怎么办呢 我一天吧 就是太 就是活着的希望都没有 可以这么讲 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吗 你没有珍惜当下 你主要的问题是怀念过去 你怀念和你前妻之间的 幸福的生活 你怀念你和你第二任妻子之间 他们之间的过往 为什么你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一个抛弃你上了天堂 一个抛弃你离你那么远 躲得远远的 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好 我就想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差在哪 就是因为你给他们的 不是他们想要的 你来说这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正相爱的人 想要让你所爱的那个人 过得开心与快乐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他的在意点 他的需求点在哪里 那么你给他的 正是他所需求的 他才能够开心快乐 你所认为的那个好 你给他了 他不认为开心 他也不认为快乐 关键点就在这儿 好 接着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他那么经营 他那事业 他家人就得有舒服的一面 首先要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稍休息 咱们一会儿先好不好 男嘉宾如果 硬性到自己的时候 怎么想自己啊 这个年龄的儿身满旁了 就应该享受天伦俱乐 什么叫天伦俱乐 找一个知己知彼 能够体贴自己 能在自己身边待着的人 能稳住你 能陪伴你的人 你就像说 养点花啊 养点草啊 想吃什么呀 有保姆可以 保姆可以给你做 保姆做不好 那么你身边这个年 可以帮你去做 这样你还享受到一种 偏伦的乐趣 对 偏伦是乐老 这样你会 你会长寿 你也会觉得很幸福 你别把你一幸福 整个乱七八糟的 结果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 他有点乱 男嘉宾 我总监你啊 好像就是说 在经济上 异常的富足 而在精神上 却是极度的空虚的 一种男士是吧 没错 这种男士 他们要求很高 要求找到一个灵魂伴侣 能够和他共同享受 精神上的一种生活 太对了 所以说男嘉宾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很苦恼 很累 因为你这个寻找啊 有点不太接地气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能够降低身段 你享受一下 在田地里刨地的那一种 沉稳啊 接地气的那种感觉 两个人在一块 种花种草 种点 我是说类似的那一种啊 而不是用物质生活 去给自己的生活固化了 你应该这么样 那么的那样 咱们享受有钱了 你享受 您看看吧 沉溺一下自己 我再说一句题外话 唠唠叨叨的婆媳关系 为什么那么不好 是因为婆婆 对儿媳妇的要求太高 往往有很多的时候 儿媳妇可能也看不惯 婆婆的一些做法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要求对方太多 你所给对方的要求 那么高的话 你就不开心 因为他达不到 所以说如果用东维话来说的话 生活啊 咱过得糙一点 我不知道会不会适合用您 来吧 接下来咱们掌声 请两位女嘉宾再一次登场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出现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婚后生活费由谁来承担 二 牵手之后要掌管经济大权吗 三 度上世界换洗 一次床单被照 四 你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五 我不想搭伙过日子 你同意吗 六 孩子同意再婚吗 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男嘉宾 四 你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可能某种程度会吧 好 三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我也是选择第四道吧 你会不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 所以他这个回答会给对方压力吗 我感觉 还是这个一句话 我感觉挺有压力的 某种程度吧 你说全拿的对比 它不可能完全一样 你会拿对方的好来对比对方的坏 那倒不是 可以了 您在哪里选择一道题 来问对方 我这里选择啥呀 没有啊 没有你自然有想要问的吗 没法问 怎么问 没有问题可问了 好吧 没有问题可问 他俩都不吃他的菜 好 接下来有请三位 背对背上好 进入我们爱的选择新用时刻 男嘉宾是否会送出手中的门规 不可能找他 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没有 上次来找办理 以后都是找爱 找疼爱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您是否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却又害怕孤独 原来你们都喜欢这个 真人语音 视频约会 恋爱无门槛 社交无压力 上对对 遇到对的他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王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慧 您是否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却又害怕孤独 原来你们都喜欢这个 真人语音 视频约会 恋爱无门槛 社交无压力 上对对 遇到对的他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你啥也不要干 就照顾我 在家 能接受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就是你的人生重心 都是你的丈夫 可以 我倾向于就是两个人 既然在一起了 就是经济方面 不要分的太轻 如果你就是那样的话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我觉得这样的婚姻 我觉得不能长久 你说如果他做我的媳妇的话 我家里的话 就是你收拾我自己的家里 咱家自己的东西 你都收拾不过来 你怎么还可能有那个时间 去收拾别人呢 不可能 而且就是说 你再把我多照顾好一点 我可能就能一个月多挣十万 甚至多挣五十万 你还有意义 去说给人去打工 挣了几千块钱吗 没意义 做我的女人的话 绝对不是钱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说 做我的女人 她应该说 她的想法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那都会实现 一 请选择 这家女人也不可能找她 好 很遗憾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有请 上次来找伴侣 不都是找爱 找藏爱 为什么没有转身 离婚呢 我也不想问一下 我一定是双方走走走 好 就是说 你觉得离婚的女人 就不算是完美女人了 是吧 来吧 三号女嘉宾 我不太厌头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也不单一的 有的时候 离婚了就是完完全全 她说这个就是说 有双方的因素 这个我赞成 好 但是并不见得说 离婚的女人或者是男人 都是不完美的 好 那三号女嘉宾 为何没有转身 我感觉她的眼神观后不同 所以我也的一些想法 太极端了 我感觉好像我接受不了 好嘞 来 二号女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她不是说我喜欢的类型 你喜欢啥样的 你说你烦的啥 你这么问 她 太强势了 强势 啥都给听她 就是她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你的身上 包括你的快乐 你的感受 好嘞 在这里非常感谢参与 虽然是没有签由成功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谈望还是挺愉快的 是不是 好 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的参与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谁能看上我 这种人 因为行的话 就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打我的电话 都可以 我想找一个干净 关心我体贴我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位心地善良 成熟稳重 对家庭有担当的男士为伴 我想寻找一位 能够知我懂我 和我度过后半生的男人 我想找个身体健康 没有不良嗜好 有责任心真心 真心成家的男士为伴侣